华时好新闻 台南有一位八十六岁流淑阿嬷 你那二十六岁开始来收购 因为感受到丹妻妈妈的辛苦 每一年都会关注到会问金 这种的省心和行动已经维持五十年了 今年在一厨教父到北台南高府中心 二十位丹妻妈妈每一个人三万块 要来减兴到他们的负担 外面当中这位阿嬷担忧雷雍 因为自己是丹妻妈妈了解到他们的辛苦 所以他在关注帮助吉他丹妻妈妈 今年是第五十年 他也用自己的经验 鼓励吉他妈妈要加油 堵过这个也很难关 现在来人家好好过 这样选择也是很好 为了小孩没得堵 大家认真 比较厉害 就这样吃小孩吃得大 这次接受帮助的北台南高府中心 也向丹妻雷雍路师表示感谢 因为他做人修信用 所以他的专华生意 在五十三年 那一年慢慢有了一个比较好的起色 所以阿嬷他就发怨 他说他要欠到一百万的时候 他一定要用这些钱来拿出来帮助 跟他一样有这种规定的人 这五十年以来 丹妻雷雍路师关两千多万 帮助五百块家庭 为了可以继续帮助大家 也先立案每一期金会 希望可以继续团卸这份爱 发行好新闻